去年突然宣布离开无线是因为曾经被人欺凌 仙艺然决定离炒 白云无奈表示 在无线十年既无经理人的照顾亦无底薪 而他在外面的所有工作全部都是自己扣门得回来 一直都是靠自己 但在公司就受到很多委屈 而自己的委屈全因为一位叫何小姐的人 他表示现在已经知道他离开公司 终于可以释怀地和大家说 何小姐言语上的欺凌令令到他很崩溃 哭了很多次哭得很厉害 记得有一套剧集当时有高海灵高灵在沙滩拍的 大家都要在沙滩上跑步 何小姐就和他说 为何你这么噁心啊 空彈彈一下 还被记者拍到 而最后两年的台庆 白云都收到很多电话 叫自己不能低空上阵 人人都穿晚装为何自己不行呢 何小姐曾经在公众场下 不停地对他训练 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很chip 做女人做到你这么低下 不会有女人想让老公或者儿子看到你的 而当时旁边有很多女艺人在场 他依然不停重复说chip这个字 搞到白云真的很难受 但忍着没哭 其实自己是一个很乖的员工 忍着这位何小姐十年 现在离开了无线 天都光光了 我也是有点 我们越来越来 第一个四角 是 我就是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